黑色轿车直接撞进民宅 车头几乎全毁 当下撞击声之大 吓坏附近民众 他们两个有差撞 所以他们跨着他们两个都还会 那整个过程非常非常快 那声音也非常大 酒驾吗 有酒驾吗 酒驾对啊 酒驾 驾驶下车时还摇摇晃晃 原来又是酒驾惹的货 事发在29号下午4点多 红星南驾驶开车从基隆和平岛往四区 沿着镇冰路行进和平桥头 突然追撞前方骑机车一米男子 驾驶随即下车和骑士发声口角 接着上车加速离开 没想到突然冲进对象商家骑楼 擦撞路旁一辆轿车 五台机车再撞坏三户民宅大门 起初教室驾驶还不愿配合酒册 偶然无计酒精浓度设置职位0.61毫克 全弹情况后一公共危险队 及过失伤害队前提送基隆地检室征办 教室男子向警方公称心情不好才喝酒上路 从心歧视和一名女住户 只有受到轻伤没有大碍 只是事故就发生在基隆知名观光景点 色彩屋附近 警方也立刻疏导交通 避免波及 无故民众 TVB新闻刘欣葵金融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